雙手舉剛剛還比出夜的手勢 看起來超級開心 但高興的原因竟然是因為身為保全的他 利用颱風天堅守自盜 成功偷走住戶放在家裡的大量現金 錢先點錢先點 當被識破的這一刻遠景上門抓人 從嫌犯的值班台抽屜裡 拿出好幾張鈔票一一清點 因為他利用植物之便害豪宅住戶 損失慘重 證明相信竊賊在士林一處社區 擔任保全工作 三號晚間七點卡弩颱風侵襲臺灣之際 住在社區裡的賴性被害人 回臺中躲避颱風 沒想到嫌犯就持公務鑰匙 進入被害人家中刑切 還得手九百多萬元 被害人颱風後返家才驚覺遭窃 立刻報警 警方獲報後發現遭窃屋內 並沒有太大的破壞 也沒有物品翻動的跡象 研判是熟人所為 才鎖定保全涉案 發現他今年一月才到職 卻特別鎖定新住戶犯案 警方事後發現這名嫌犯非常狡猾 他將偷來的現金 分別藏在三重和南港的倉儲裡 再加上自己和女友的租屋處 一共找了四個地方藏錢分散風險 其一的點還有保全同事公稱 嫌犯在七月罕窮戶頭只剩七塊錢 還想預支薪水 加上他曾進入被害人家中多次 涉嫌重大 目前遭窃的九百萬元現金 只找回三分之二 警方還得持續追查 剩下的贓款下落 近新聞查到會和孔遠慘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